Hello大家好,我是阿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在日本冲绳参加弊安一年一度的Campus学习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 看台湾这个机器 本来是想好好地放松一下 结果没想到币安的公告中心 今天下午又发了一个给B&B Holder的一个额外的惊喜 币安Holder空头的第二个项目 什么叫Holder空头呢 是指币安的B&B持有者的一个特别的空头 我们来点击看一下 在今天东八区时间的11月26日的下午4点57分 币安发布了一个公告说 币安Holder空头上线第二期项目 使用B&B申请赚币平台 已获得SianaT-H1空头 有个注意点 他说在非币安平台交易上述代币 请自行研究以避免任何欺诈行为 并确保你的资产安全 这句话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Siana这个币种 在币安上市之前 它可能并不是币安首次上市的一个代币 但是由于币安发布这个公告 有其他小的交易所 有可能会产生以同样的名字的代币 同样也叫SianaT也叫T-H1 大家就要仔细甄别了这个代币 是不是我们即将在明天上市 币安交易所的这个SianaT代币 怎么样识别是不是 我们后面会跟大家讲 SianaT-H1是基于B&B欠 币安智能链和OP B&B构建的DEX和提供流动性的网络 你可能有问 我非常多的影片讲了 币安的LaunchPool 然后又有Megadraw 那这一次叫Hold空投 虽然它已经是第二期了 但是上一期我记得是在7月份的时候 现在已经是11月 差不多要半年时间过去了 那币安财就针对Hold空投 这种模式发布第二个项目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在这个公告的最下面部分 它有讲到了什么是Hold空投 它说币安Hold空投是根据用户 B&B保本赚币持仓量进行历史快照 并为B&B持有者奖励代币空投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本身就是B&B的Hold持有者 那你本身就已经把B&B 在币安理财里面做保本赚币的行为 这个保本赚币就是说 你是将B&B投入到币安的国期理财 或者定期理财上面 你已经有这个行为了 那有这个行为就说明你是长期看好的 并且持有B&B的 并不是说拿B&B来做短期的炒作 那这部分真称的B&B的Holder 它就能获得不定期的一个新的上限币安的代币的空投奖励 所以它这个名字叫Holder空投 这个Holder其实它也有一个典故 那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分享币圈里面的这些黑话 那它这边Holder叫HODLER 真正的Holder是HODER持有者 但是这边币圈里面的所谓的Holder 它是HODLER 你说它是不是拼错了 但它的确它真的是因为第一个在币圈当中 把自己所持有的比特币的这些人称为Holder 它第一个人打错了 所以后面就延续了HODLER这样一种说法 就称为是币圈里面的Holder长期的持有者 那这是一个小的典故 好 那我们继续讲 使用B&B申购赚币理财平台的定期或者活期产品 用户就自动有资格获得Holder空投 以及LaunchPort和MagJob的奖励 如果你将你的B&B在币安理财里面做定期或者活期理财的这样行为 你同时可以获得不定期的Holder空投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行为 只要有LaunchPort的时候 就会自动将你在转币平台里面的B&B的定期和活期部分 自动算作你的B&B的额度 同时如果是MagJob的话 它也是自动的获得这些份额 B&B的持有者你是一余多次了 至少是三次 与其他需要持续操作的转币方式不同 Holder空投通过回溯的形式奖励用户 并且提供更为简单的额外转币方式 什么意思啊 它是回溯的形式 那这也是相较于LaunchPort来说的 那我们通常理解的转币 比如说像至于LaunchPort 那它是指我告诉你在明天或者后天有一个LaunchPort 新币发射台这样一个活动 你去将你的B&B去买来做活期或者定期理财 那你就会有LaunchPort的奖励 那有一个问题 因为它是事先预告的所以有小伙伴就说我平时 B&B持有的并没有更多的理财的收益 你没有LaunchPort的时候我就把B&B换成其他的代币 当你有公告出来你说有B&B挖矿 那我就把其他的USDT换成B&B 我去赚取更多的LaunchPort的新币理财 每次有LaunchPort的活动的时候会因为这样一个因素 导致B&B的币价的小小的波动 因为它有这个需求 那Hold空投那这种模式在我看来可能会减少这样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Hold空投它是回溯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事后来奖励给你 而是回溯说你在发布公告之前的某一个时间段内 持有B&B的进行赚币理财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这些B&B才算作你的B&B份额可以被寄入空投的这样一个份额 那我觉得B&B他们这些产品研发的部门也在动小小的心思 LaunchPort这类空投新币奖励的活动的同时减少B&B 因为LaunchPort这种币种需求带来的供需关系而导致币价波动 那通过Hold这种形式可以稍微缓解一些 那他打个比方比如说6月11日Hold的空投奖励计算可能会使用2024年6月1日到6月7日期间的B&B持仓量快照作为参考 这个就是和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 那这次活动是空投活动第二期的项目Siena 它是计算2024年的11月6日的东八区早上8点钟到11月14日的东八区的早上7.59分 这个期间段内你使用B&B申购钻币平台定期或者活气产品的这个用户将自动获得空投 这空投的页面将会在12个小时内上线 就是说这个公布公告12个小时内上线 其实我们打开这个link我们并没有看见这个空投活动 那它应该还没有上线 真正的上市在币安上买卖SienaTHE这个代病 就是明天东八区的下午6点钟 它就可以开通BTC、USD、T、BNB以及FDUSD以及TRY对THE的交易对 并不是币安首次上市的这样一个代币 它其实已经在其他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已经上了这个代币了 那我们就打开CoinMarketCat在这边搜索THE 第一个就叫THE Siena它市值是4300万美金 24小时交易量都挺大的 就4400万了 现在的价格是0.9354 它上涨了336% 就是在下午4点55分的时候 那可能我现在这个时区和东八区有点不一样 币安上市公告一出来这个价格就上了这么多 那我们看它在哪些交易市场上面可以买到呢 一个是Pincake就是币安智能链的去中心化交易所 另外一个是Fusion还有Uniswap 这些都可以看到啊 那我们怎么来确定这个Theta就是币安所公告的明天要上币的这个Theta呢 我们去看下面他说这个代币的名称是 Siena ThE 它的总供应量是由代币线总供应量 现在的总供应量是2亿多 那现在代币的最大的供应量是超过3.2亿 那Holder空头的总量是占最大供应量的7% 这个不少的有2175万Sea的ThE 那这是它的研究报告 我们看他说上市公告发布一个小时内就上线 没有跟上啊 现在还有404 这个公告呢 其实是下午5点钟就发布了 那现在呢 是东九区的东京时间的12点21点多了 那这个研究报告币安的研究报告还没有出来 那关键是下面啊 这币安智能合约详情 大一币呢是在币安智能链上面 那它的合约地址是这个 我之前有影片提到过 智能合约的这个地址就是代表了 这个币到底是哪一个币啊 并不是看名称 也不是看其他的什么啊 所以说我们在CMACAP上面 也可以找到现在价格0.9的合约地址 就是看这个是币安智能链的logo 以及它的这个合约地址是和这边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们确定 它现在CMACAP上面提到的这些币种 这些交易对里面交易的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所谓的野鸡交易所 或者现在有人告诉你啊 我某某某一个交易所里面 有非常便宜的CINA 明天晚上就能上市币安了 你现在能0.5买到 你大家就去买吧 你可以买或者0.1就买到 那绝对是一个骗局了 他就骗你买CINA THE logo也一样 名字也一样 就是价格不一样 那你要确定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交易所里面 这个交易的币种的合约地址 甚至你买到之后 你能不能将它转出 转到币安智能链上面 去中心化的钱包上面 看看它是不是这个合约地址 所以公告当中的这个合约地址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在以往的影片当中 有小伙伴上当受骗 那有骗子打给你的BNB 有骗子打给你的USDT 如果不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个BNB的话 智能合约的地址 是不一致的 这有机会小伙伴可以去翻看一下 这也是币签当中的一个最基础的知识 那很多小白 我觉得是要慢慢的去了解 所谓的硬顶就是最大量 就一个顶 那就避免让一些大户 去划分掉绝大部分的 2175万枚PHE当中的绝大部分 那它是说 你如果你的持仓量占比是大于4%的 那就按照4%的占比来计算 那就防止那些巨金 把绝大多数的PHE这个代币划分掉 那你看我的币安的现货里面 目前是PHE是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有多少个BNB 那我们来到我的资产理财账户 那这边呢可以搜索BNB 那我的活期理财里面呢 是有34.64枚BNB 我的定期理财里面是有81.7枚BNB 这样合计呢 大概是117枚BNB 那我们看看明天某一个时间 我的现货钱包里面 会因为我持有这177枚 理财产品里面的BNB 而获得多少空投 大家拭目以待 那给大家一个参考 YouTube大方这个频道里面去搜索 HODLER 去看我4个月前发布的这个影片 第一期币安的 HODER BANANA这个空投 我当时呢 BNB的数量应该是比现在要少的 他在上到币安之前 他给我分发了5.63枚 也就是说我差不多不到100枚BNB 就获得了5.63个BANANA 那因为当时做这期影片的时候 最后我说在下一期影片当中去看啊 其实我有放大家鸽子了 我并没有更新第二期关于BANANA 这个代币到底我有没有卖出啊 那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活期理财里面呢 还是有5.667枚BNBANANA 4个月之后 那现在价格是359 那我们再搜BNBANANA 那这是一个周线 我当时获得的时候 差不多啊 是在60多一点点 那我是没有把它抛售掉 我把它持在手上 那看最低的时候呢 它来到了29块 那最近的两周时间 它开始往上涨 差不多最高售到73块 现在是停留在63块 那差不多比我当初获得的时候 要稍微高一些些 但是它大部分时间是低于这个价格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的BANANA是免费获得的 这第一个空头BANANA 现在价值是359美金 和当初第一天 我4个月前收到的这个价格 差不多类似 那我是把它放在活气里面 享受年利于2.17 可能总共累积获得的年利率是 也不多 很少很少 反正也不多 放着也就放着 我看看它到底能涨到多少 或者说在合适时间把它卖掉 那其实这样经过这4个月 看下来呢 我没有把它卖掉 并且hold到现在的确是有赚到 对吧 有赚到 如果我在我是在72美金 一枚BANANA的时候 把它卖掉 我是肯定是赚了比较多 比我刚刚拿到的时候 卖掉要更多 但是如果是短期来看 我当初没有卖掉 在一周两周三周的时候呢 4周 5周 6周 7周 8周 10周 10周的时候来到最低点 那前面这个10周呢 都是低的 好吧 最后我想提醒一下 那如果你是为了获得 hold空头或者launch pro 这个新币挖矿奖励 去持有BNB 那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hold的空头是不定期的 而且第一期到第二期 相差4个月 你因为要等待这个空头 去持有BNB 是完全得不偿失的 7月份的时候 价格最低是459 现在BNB价格是612 7月15日这天 正好和现在的BNB价格差不多 如果你是为了holder或者launch pro 这种活动去持有BNB呢 我不是非常建议大家这么做 因为BNB还是属于一个波动比较大的一个币种 那如果你是因为空头啊 新币挖矿啊 去持有 那我强烈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了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是看好BN这个平台 并且长期持有BNB 那么每次的像币安这种holder空头 以及launch pro magja都是给到币安BNB持有者的额外的福利 那像今天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那么这个惊喜到底有多大 我们拭目以待 大家来权衡 你们明天获得的Sena THEE 是第一时间把它卖掉 还是长期持在手上 我这117枚BnB到底是获得多少Sena代币的空头 我是第一时间把它卖掉 还是像第一次hold的空头一样 hold的到现在 大家拭目以待吧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和我最新影片擦肩而过 我是阿芳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